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继续来介绍宋代苏密院的机构运作情况 上一讲我提到宋代的宰相 宗苏的宰相们是如何逐渐的多层面的插手 苏密院的军政事务 那么在宋代这种情况是相互的 苏密院的展光他们也要插手 中苏省所管的中苏盟下所管下的诸多事务 从理论上来说 苏密院是掌管军政的 那么他在苏密院里边有一整套完善的权力运作机构 宋代的武将他们出任苏密院展光的时候 他们意识到帝王这种封权的目的 所以他们一般的恪守本分 不愿意过问军政以外的事情 比如说北宋初年 这个祖帅曹兵特别得太祖的信任 太祖是派曹兵帅大军去平定江囊的 那么曹兵平定江囊以后呢 把囊堂国灭了以后呢 并没有对当地进行大规模的杀戮 所以得到了太祖的表扬 那么曹兵呢 曹兵呢 他前面曾经随从大军去平定四川 就是消灭四川那个地方的割据势力 那么他从四川回来以后 太祖曾经呢 宋太祖曾经充容地问他当地做光的好和坏 就是想了解了解情况 当地做光的哪些呢 是民生好民生坏 或者有才能没有才能 那么曹兵对打是这么回答的说 军政之外非诚所谋也 军政以外的事情不是我能够听说的 也就是说我不管军政以外的事情 那么这就是苏民院展光的军队将帅的 这个在宋朝应该有的态度 就说军政以外他们不要再过问其他事情了 那么宋太祖呢 是对武将特别不放心 对武人特别反放 他虽然这次相信曹兵 问曹兵了 回头保病哪天又怀疑了 所以曹兵这样的回答呢 是非常和太祖之意的 那么正如前面介绍所讲的 苏民院展光后来换成是文光来担任了 而且绝大多数时间里边 宋太的苏民院政府展光都是文子光源 那么他们呢 和武光身份不一样 他们要过问曹政的话 就不会出放宋朝的帝王 对武光防放的这种特殊心态 上一讲提到 宰相们如果不参与苏民院的事务运作 那么朝廷的许多行政这个条令 无法贯彻实施 反过来说 苏民院的展光要如果不参与朝政的一些运作 朝廷的一些事情同样难以贯彻实施 你比如说皇帝有病的时候要立太子 或者说皇帝突然去世要立个新的皇帝 你说管军政的这一系列的大臣 根本不知道不参与意见 那当然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呢 在朝廷的日常事务的运作过程中 苏民院对军政以外的事务的参与也是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二福之间 他具有了相互的双向性的参与 你参与我的事务 我也参与你的事务 所以今天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是来讲 苏民院他参与军政以外的政务 和上一讲 在下参与苏民院的军政形成的对应 那么如果我们翻开宋代史料 我们就发现 苏民院参与军政以外的大事 甚至小事的商议决策呢 也是非常非常经常的 比如说 举几个例子 那么说呢 宋仁宗的时候 宋仁宗的时候 二福呢是和邦宙士 二福和邦宙士就是说 中苏盟下和苏民院同时一起进见皇帝 汇报工作 那么和邦宙士 在和邦宙士的过程中呢 行齐 说行齐的是必尽言 也就是言无不尽 那么下面呢 还有这样的记载说 虽世俗中苏以止成其死 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些事务 在具体的政务 虽然是归中苏管的 行齐呢 在那里呢 也一定要把自己发表这些意见 把自己的想法呢 说明白 那么当时呢 同僚里边 说同列或不悦 同僚里边呢 有不高兴的 觉得你行齐这个 做事情过界了 这不是你管的事情 行齐当时光是做苏密院赴使 苏密赴使 苏密赴使呢 他应该是管军政方面的一个长官的副手 现在呢 中苏宗审仗的事情呢 您也都要发言 这个事情不是猫过界了吗 不做过头了吗 所以呢 同僚里边不高兴 但是说这个皇帝还是欣赏这样的 皇帝为他解释说 杭琪性直 说杭琪这个人性格很直爽 他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 有事情他会当面说的 杭琪去插手中书的事情 仁宗皇帝还表扬他中子 那么从这个事情可见 苏明院的长官 副长官 刚设军政以外的政事 在当时在皇帝看来并不是越权 那么这一个事情 那么再举一个浙宗皇帝的年间例子 浙宗皇帝原有六年的时候 当时苏明院的长官是杭琪宴 杭琪宴这时候是资苏明院士 是苏明院的第一把手 他在向太后 当时是太皇太后 则中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是垂帘金正 他在向太后汇报工作完毕以后 提了一个问题 说资宗喜甲义罢 不知应以其非言书是否 那么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朝廷里边有两个当官的 一个叫资宗喜 一个叫资宗喜 一个叫甲义 这两个人被罢官罢掉了 不知道是什么理由 是不是他们公寄书士 而被罢掉呢 那么这两个人呢 资宗喜和甲义 在当时朝廷里是做建官 建官是专门负责给朝廷提意见的官 这个建官呢 这个系列应该是皇帝执管 或者托宰相代管的 从理论上说 他们应该是皇帝执管的 直接由皇帝管辖的 这是完全是跟军政没有关系的 那么杭宗喜呢 在自己宙事完毕以后呢 却向太皇太后提出这个问题 说明他是过问这件事情了 因为朝廷把建官罢掉的话 对朝廷的名声不好 建官本来让他们的职责 就是他们的职责 就是给朝廷提意见 现在他们提了意见 你把他罢免掉 这个是做得不合适的 所以这个杭宗愿要过问这件事情 太后回答说 是的你说的对 说他们呢 是他们呢 就写诗歌的事情 来诬陷书士 所以我们把他罢免了 那么 知书愿是杭宗愿的这个提问 超越了军政以外 涉及到朝廷罢免 借光的事情 那么太后呢 对他的提问 也做了这个正面的回答 并没有认为呢 杭宗愿是越权了 他没有说 哎 这个事情不用你管 不是你部门管你的事情 但没有这么回答 那么可见 苏敏苑展光 参与朝廷的政务 参与朝廷的其他政务 就军政以外的其他政务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还有朝廷呢 这个像这种记载的很多 比如说任命官员 仁宗的时候呢 还让一位副宰相 叫吕一简和苏敏副使 就是苏敏苑的副长官夏宗 一起去修 去修真宗国使 就是苏敏苑的长官 参加国使的这个修订 宋代修国使 是宰相的一项特权 宋代的这个第二位宰相 是兼国使馆的 兼邻国使馆的称国使相 那么现在呢 让苏敏苑的副长官 也参与修国使 那就是参与到军政以外的事情了 还有呢 地方上的一些谣逸啊 一些这个具体的政策性的 法令法规性的问题啊 朝廷有时候都指令 苏敏苑参与讨论 我们如果方简宋代的 这个以往的诸多资料 我们可以发现 苏敏苑的长官和副长官 也是几乎参与了 朝廷一切大政的这个三讨 甚至呢 连许多小事情也插手 这呢已经 是被宋代的人普遍接受的 大家认为这是很合理的 那么 下面呢 就来看一看 苏敏苑参与军政以外的政务事务 由哪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造成的 是因为哪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造成的 那么第一点呢 从苏敏苑的资光渊源来看 就设立苏敏苑的这个渊源是什么 其实这个呢 在上一讲已经提过了 苏敏苑它是怎么样出现的 是怎么设立的 在设立的过程中 它的这个管辖范围有怎么样的变动 那么我们把这一点拿过来 苏敏苑的资光呢 他参与军政以外政务事务的 一个第一条理由 就是有历史的原因 因为从观念和制度的方面来考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 宋代苏敏苑的资光啊 他是对应于西汉的太位这一类的官子 西汉的太位 在那个时候也是朝廷的丞相之一 也是朝廷的宰相之一 应该是 汉代是丞相 是正的宰相 御史大夫和太位 是他的两位副手 是副宰相 也就是汉代的太位呢 位居三公是朝廷的宰相之一 那么习冠上 苏敏苑的展光和副展光 也应该是属于宰相的这个呢 光子范畴 所以苏敏苑的 在宋代苏敏苑的展光副展光都被归入执政啊 是朝廷执政 这个时候 苏敏苑的展光 虽然没有宰相的称号 却一再 却在一定程度上 被似同为宰相一类的直光 那么 当时的人们呢 称苏敏苑的展光叫苏相 本来叫苏敏史 苏敏史呢简称 就是通俗的称号叫苏相 苏相的意思呢 就表明 苏敏苑的展光 具有宰相一样的身份 宋太宗曾经对宰相理访这么说 说中苏苏敏 朝廷正式说出 自乱根本戏也 说得非常明白 中苏盟相 这是宰相的这个 一个 一滩 那么苏敏苑 是苏敏史这个一滩 你这两个地方 是朝廷的正式 是由你这两个 两大机构决策决定的 这是天下自乱的根本所在之处 那么从这样的观念来说 也就是说苏敏苑的展光 它相当于宰相 从这样的观念来说 那么宰相的作额论道 事物不同等职权观念 也适应 也适应于苏敏苑展光 国家大事苏敏苑有权 苏与商议决策 范中焉 他曾经追溯 宋代这个官子的演变 那么 他说呢 从古代 到这个唐草 这个山宫 像三层是怎么转移分化的 那么到了这个宋代 方中焉说到了宋代 那么 宗苏 和苏敏苑 他呢 都 这个呢 他们都分管了 古代宰相的一部分事物 所以呢 由朝廷重大事情呢 应该让和俄府呢 在一起合议 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宰相这一类 范中焉呢 是把俄府长官 对应于古代山宫来讨论的 要求恢复呢 这个 让宰相做俄论道 是吧 俄府具义 朝廷的重大政务和事务 范中焉呢 认为通过俄府的 相互的参与商议 那么再做决定 从范中焉的这言论里边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从制度方面 左眼 宋人是承认 苏敏苑 长官与宰相一样 有头等的仓政 议政权力 所以呢 在宋代大臣给皇帝的 奏章里边 要求皇帝与俄府长官 作而论道的奏章呢 就非常多 举个例子 宋则宗的时候 那么杜言呢 向皇帝这个奏报说 他说中苏和苏密院的 这个光源啊 都是皇帝亲自选出来的 是把国家的大权交给他们的 所以呢 应该呢 召集中苏和苏密院的长官 既然你皇帝 把他们挑精选出来 是由你 你来做决策 用谁做宰相和苏密院长官的 你又把国家 治理国家大权交给他们 那么你应该就把这些光呢 长官的招拢来 坐下来 问他们 治理国家的这个道理 这就是诸而论道 那么 这个杜言呢 要求呢 皇帝能够定期的 召 召建 这个二福的长官 这个 针对现实的 这个 现实的一些弊病 提出针对性的变革措施 注意 这里 杜言提到的是 忠夫盟下 和苏密院 都要参与这件事情 这些事情按道理说 都是 多数是与君政无关的 那么明治的皇帝呢 他也把这个 刚才杜言这个建议啊 明治的皇帝是接受的 他们是这么做的 有时候不需要你提这个建议 他们也要这么做 有宋仁忠 宋仁忠呢 他在位的时候 就做过这样的事情 那么后来的 宋神忠 也做过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 明治的君王 他们都将召集 恶福助而论道 作为呢 开明纳戒 历经图强的一种 主要措施 所以从这样 这个至光的 自读渊源来说 两宋的 绝大多数时间里 南宋 北宋的 绝大多数时间里 苏密院长官 都把创与国家大政 作为自己 应尽的职责 这也就显示出 恶福的职权的 有时候的重叠了 有时候 皇帝会让宗书和书密院 同时推荐 这个 一种 一类光源的 这个名单 比如说 这个 景德四年 也公元 1007年的7月 当时朝廷呢 设置 诸路提点形月光 这个路的概念呢 相当于 我们现在的 这个几个神河 并为一个什么 华东区啊 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比省的概念还要大 几个神 合并 那么 北宋朝廷呢 准备在这个路 在这么一个行政区域里边 设提点形月 提点形月呢 它是干什么的呢 是专门 这个管司法方面的官员 就是 一个大区 什么华东区啊 华北区 这一个大区 专门设一个呢 管司法的官员 管理呢 这个告状啊 司法方面的这个案件的处理啊 等等 那么 朝廷准备设这样的光源 曾宗皇帝 就命令 就下下令 让中苏盟下 和苏民院 这两大机构的展光 同时选择民当 向皇帝推荐 最后由皇帝做决策 那么有了这样一种 制度观念上的保障 就是说 苏民院的展光 参与军政以外的政务和事务 是由制度保障的 那么有这种制度保障以后呢 一旦苏民院的展光 被排除在朝廷大使之外 在被排除在朝廷大使 商议决策讨论的过程之外 那么他们就会提出异议 甚至提出抗议 最典型的例子呢 就是韩启与复辟的例子 开始的时候 韩启和复辟两个人都做展相 那么 朝廷有什么大事 作为展相的复辟 总是让苏民院展光 一起参与讨论 后来呢 复辟呢 因为母亲去世回家居伤 等他回到朝廷的时候呢 宰相没有位置了 位置已经满了 所以呢 皇帝的任命他做苏密使 在做苏密使的时候呢 这时候宰相是韩启 韩启呢 有事情呢 基本上不跟苏民院讨论 不跟苏民院商量 除非皇帝特别指示他说 你要跟苏民院商量 他才跟苏民院商量 否则的话 他应该自己做主 那么 甚至呢 让太后侧联 皇政给皇帝这样的大事情 也不让苏民院知道 就是 这个我在以前讲座里提到过的 宋英宗做了皇帝以后呢 这个 得病 神志不太清楚 不能主持朝政 所以呢 有那个朝太后垂联听政 这个朝太后就是我 刚才讲座 最开始的时候提到那个朝兵的孙女 由他来垂联听政 听政以后呢 后来呢 皇帝病好了 这个 韩启就逼太后 皇政给皇帝 说皇帝都已经有能力处理政务了 老陈我要求退休了 太后说要退我先退 那韩启说那你赶紧退 就这个事情 在以前讲座里提到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呢 韩启逼太后还政的这个整个过程呢 苏民院不知道 复辟根本不知道 所以呢 复辟呢 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呢 非常生气 而且呢 大吃一惊 说这样的大事情 都不跟我说 我也作为是呢 朝廷的重臣 而且是属于执政 大臣 其他事情你不告诉我也就拉倒了 这件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那么 复辟这样的大吃一惊 复辟这样的埋怨的言论 许多人认为是对的 好多人呢 就拿这个事情去批评韩启 说你太独断装红了 这复辟说的对啊 结果韩启怎么辩解呢 就说这个事情应该是有太后做主 我怎么可以呢 让外面的人先来商量呢 就说太后撤联不撤联 是应该由太后做主的 你外面先商量好了 让太后撤联 回头去逼太后撤联 太后不是不高兴了吗 事实上 韩启 他自己也是逼太后撤联了 所以他完全是一个借口 中国言之 韩启在这个宗苏在宰相的时候 他就排除苏密院 掌控了参与朝政的这个大事的决策 苏密院掌控复辟 不高兴 有怨言 而且舆论上 认为复辟这种怨言是对的 那么刚才举的这条实例呢 说明两个问题 一个是苏密院的长官 参与军政以外的朝廷大使的商议或决策 不是定规 就是不是朝廷的一个使规定 所以韩启可以与他商量 也可以不与他商量 他不是朝廷的明确制度 那么韩启呢 因此才会呢 没有皇帝特别指示的情况下 就所有的事情都不给苏密院商量 如果是明确制度的话 他这么做就违反制度了 那么苏密院的长官 可以参与朝政诸多大使的商议决策 其实是人们一种观念上的一个认定 那么这是一方面情况 也就是说苏密院的长官参与军政以外的朝廷大使的商议决策 不是朝廷的明确规定 宰相呢 可以借这一条 把苏密院长官排除在朝政的参与 排除在朝政的商议决策之外 那么第二方面 苏密院长官参与军政以外的朝廷大使的决策 已经成为惯例 已经成为习惯 已经被人们所接受 在人们的观念的 在人们观念中 认为理当如此 所以呢 傅比呢 才会呢 傅比自己做宰相的时候呢 才会呢 与苏密院讨论 这个军政以外的许多事情 而自己做了苏密院的长官以后呢 这个宰相 韩起把他排除出朝廷的政大使决策之外呢 他就会有怨言 而其他的舆论也有人支持复辟 那么把刚才两点的对应起来 归纳一下说 就是从观念上来说 人们认定 苏密院有参与军政以外的朝廷大使商议决策的权利 却没有制度上的明确保障 那么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 在朝廷里边呢 经常会引起争论讨论 比如说 宋英宗登位的时候 因为宋英宗他是过继 是皇帝的宋仁宗没有自己的儿子 他过继了一个孩子 宋室的孩子进来继承大位 那么他做了皇帝以后 他就有一个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 他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死去的皇帝 仁宗就应该是他的父亲了 但是他有自己的亲生父亲 所以英宗想通过一种方法 也乃是他的这个亲生父亲 也得到一个应有的尊敬 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呢 在朝廷里边引起很大的争议 有人说 宋宗你不可以这么做 你已经有父亲了 你的父亲就是死去的皇帝 你还去对那个父亲做些这些事情 那你是对不起死去的皇帝的 而当时的宰相这个班子呢 是支持皇帝的做法的 认为皇帝这样尽孝呢 也是可以的 不矛盾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 在这个过程里边呢 开始皇帝呢 并没有呢 让苏明院参加讨论 那么有大成就提出意见说 这样的大事情 苏明院是必须参与讨论的 像这样的事情呢 在宋代呢 还是陆续会发生的 我们下面一会再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oss 我们下午天 点灯 点赞 转发 打赏